這是啤皮 戴口罩的牛奶蜂 我們到了南地水塘 你看這個天空之鏡多漂亮 是啊,很漂亮 哇,很漂亮 大家好 大家覺得不行,這裡好麵線 我們又回來頂立了 船門,上次伊莉帶我來吃烏冬吃拉麵的地方 我們又在這裡做開啤酒 因為伊莉又帶我們去找食物 所以我們約了她,看看她來了沒有 好 到了,到了,給你一個麥克風 Hello 我們現在吃甚麼 我們今天打算先吃午餐 但我發現原來樓上 我們平時吃宵夜的串燒是未開門 那我們就先吃這裡行橋夜市 好 好 我想試這個臭豆腐,但它沒有 我又看它18元這麼貴,想試一下 我都沒吃過 我想買一個豬潤腸粉,22元 試一下 要不要買糯米飯 對,天氣冷,要吃糯米飯 是 要不要三分鐘 要啊 餃子有沒有吃過 餃子沒吃過 有餃子 那我們現在就要走彩虹欄杆 伊莉說帶我們走捷徑 對,平時那些人就會在杯道或VCity那邊 下車去掘路徑第十段 不知道是開頭還是終極結束 走上去的 但那裡就覺得比較遠 那現在就帶大家走一條 上山的時候短一點的路 就在這個紅橋的Oak 那個青葵徑那邊轉進去 對 對 很適合我這些懶人 對,這是懶人 懶人行山法 我們沿路青葵徑 然後就走斜路上去 沒錯,這裡一邊走上去 應該會見到景峰輕鐵站 哦 其實這個山應該不難走 其實不難 家樂徑 沒錯 這間鹽酥雞超好吃的 我昨晚才吃完 今天又買 麻煩 要一份鹽酥雞 有做甚麼好吃 我每次都只吃鹽酥雞 我不喝咖啡 這邊 因為這裡比較平民 東西很便宜的 那間麵包店 就五元雞的麵包也還有 這間都是雜貨店 買一些便宜的飲料 可以在這裡轉 好 所以我不是在當勞那裡轉進去 就是這裡轉進去 或者那裡轉 因為我不想經過廁所 哦 我們現在是不是直行 對,我們一直直行 這裡看到蒙恩 然後我們要過對面 看到有些啡色的樓 過對面之後就準備上山了 好 我們是不是從這個兒樂花園上去呢 沒錯 在兒樂花園旁邊這裡 就有樓梯 開始就是我們真正上山的路段 哦 我剛才以為是走那個斜樓 因為剛才有很多斜樓 原來你說走這個路仔 是啊 因為那裡的人是上屋遠的 哦 哦 即是不是去彩虹欄杆的 不是,是去彩虹欄杆 是走這條樓梯開始上 後面 給你們明白 好了,我們準備出發了 要上去這條漫漫的樓梯 啊 好像很多… 我感覺很多層 那是藍地水塘 為什麼不是寫彩虹欄杆 因為彩虹欄杆只是其中的一段 那藍地水塘才是重點 好喘氣啊 我們走一分鐘都沒有 什麼,走了兩分鐘就喘氣了 是啊 這樣 媽媽走這些斜樓 不用堅持樓梯 就好一點了,對吧 喂,很危險 你那裡沒有扶手,很容易線 我還是走這些路,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你走這條路 也很容易線了 媽媽,看到海市神樓了 是不是海市神樓啊 有個艇在那裡 哇,還有水,還有兩個美人在迎接我們 好了,我們用了18分鐘 終於到達目的地了 當然不是啦,這裡是中途站 中途站 剛才我們吃的東西 推介什麼給大家吃,好嗎 狗仔粉,必吃 我就推介那個鹽酥雞 鹽酥雞真的很脆 是啊 雖然它不是正宗的鹽酥雞 但是它是好吃的雞 好吃的雞 但是我覺得剛才我想說 那個腸粉的皮 更厚於我的臉皮 早就告訴你,不要試 不是,剛才你說 不太好,你直接跟我說 不好吃 是家人的門口 我跟他說不好吃 他殺了我,我經常都在警告 你有豆腐花都很滑 豆腐花是的 而且很划算,7元 是的 魚蛋呢,魚蛋 魚蛋我開頭打算5元那麼便宜 所以試一下 但是好像真的有點腥 就不太好,這隻魚蛋 還有糯米飯 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挺好吃的 會不會有小潤腸 你喜歡吃潤腸 可能是的 那我們休息完了是不是 好,我們繼續上 好 二合,你說VCity走上來 不是很遠 VCity在哪裡 在那邊 看到了 PMT 對,杯道那裡 但那條路沒有那麼斜 它沒有那麼多樓梯 但是斜路很多 全是長命斜 這裡有個約夢園 對,我們都差不多到了 走過約夢園之後 就去採洪欄桿那一段 我們要穿過這裡 沒錯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看有補天狗 哦 看到,對 你喜歡那個什麼 玉桂狗 有炸蝦尾 角落生物 對 那這裡算不算是壁畫師 其中之一個 對,這裡是壁畫師 我喜歡炸蝦尾 那我們上去還是跟著男人走 跟著男人走前面 你見不見到那些欄桿嗎 哦,我見到了 這裡就是採用欄桿嗎 對,這條就是 不過這個位置就比較多 如果有人想打卡 就再走前一點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山腳的景 好,我們由涼亭走上來 用了10分鐘 好,然後我們跟著 剛才我們也要繞回頭 沒錯 就走到若夢園 有一條樓梯 上去 就會去這個藍地水塘 因為我們要看壁畫 沒錯 藍地水塘再走去 就是藍地大街 就有壁畫可以看 Ely,剛才有兩個男人說 哪裡是七彩橋 他說這裡就是七彩橋 哪裡是橋 它說是蘭桿 蘭桿是蘭桿 為什麼是橋 他說沒有感覺 剛才走出來 這裡是不是很有京都感覺 很有叢林 然後有小橋流水 對,好像藍山 對 迷你版 對,就像SFR 少了我的畫面 有我就更加 你好 說得超 日本人一樣 你很重要 現在我們走上去 就是去藍地水塘 咦 好像一個 起點那裡是2公里 現在1.9公里 就走到0.1公里 對,四分三個小時才到達 不是啊 但之後那些路是走下山的 哦 所以應該是舒服一點 這個不有趣的 你看 刪了在那裡 刪了在柱子 刪了在蘭桿 對,這麼有趣的 咦,我們到了沒有? 沒有,我們還有3分1小時 啊 今天只有0.4公里 我們這麼辛苦 從天梯上來 媽媽這裡也有紅磚蘭桿 是啊 紅石屎 要拍攝嗎? 不用了 紅石屎蘭桿 是啊 這裡有水塘挺漂亮的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藍地水塘 原來是這麼遠 是啊,很遠 一直下的 很快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下 虎地郊遊徑 我們去虎地燒烤場 哦,虎地村 終於到燒烤場了 哇,虎地郊遊徑 糟了,我覺得自己的腳震 怎麼辦 虎地村,我們現在要走樓梯了 我腳震了,我看到它 哈哈 腳震震 哎呀 有一點腳震 小姐,頭痕痕 哦,我已經到了 原來我已經看到了 啊,很漂亮 就到了,看到了 啊,看到了 我們終於來到藍地水塘了 很累 走了 對呀 3時08分 現在是5時 不過我們站了很久 哈哈 但是我已經走到腳震震了 雖然這裡很漂亮 有天空之鏡 那我們還要走多久呢 這裡一路要走下去 然後到南地大街 繼續努力 你看看,反映到雲 你看看那些海 是啊 這個不是雲海 是啊,雲海 媽媽,原來這裡拍攝蹄壩 是啊 很有氣勢 是啊,原來香港也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來這條複複路了 應該要直走 對,直走 我們知道不能走複複路了 因為我們走錯路了 你已經說你走了 對 其實全都是走大路 這條路都有名字 媽媽 複亨村路啊 對,複亨村路 對,複亨村路 1號,士多 還有飲 不用住 有沒有喝 沒有喝 有很多小店 對,這裡有很多特色的東西 第一次來的 還有夾公仔店 對,夾公仔店也有 哇,很漂亮 澳洲龍蝦,98元 你對面78元 你喜歡哪個國家 現在不是午市 所以應該要去這間吃 好 我們終於到壁畫了 是啊 原來就是這裡 我以為這個是幼稚園的長筆 後面好像還有 你看看 這個磚也是這樣 很搞笑 這是別人家裡的跪牆 應該是 伊莉,你認識哪幾個公仔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小新 之後就是多拉麵 這個是大番薯 這個是鬼滅的 阿尼啊 還有刺子都有 哇,你很新 但她一跳就跳回小雲 還有你最愛的 Pikachu Kirubi 整個部長 部長 蝦美 你全部懂嗎 是不是你畫的 這部場是 不是呀,別人叫畫 她說你不畫 我不來打卡 這樣我自己畫 哦 那你一天畫多少個 不知道的 剛剛現在打算畫那個 咖啡貓 有一個人 他拿著咖啡貓的公仔來 他說很失望 看不到咖啡貓 我可以點嗎 我給你一個杯原子 你幫我畫一個杯原子 你也不喜歡 看一看 好 你怎麼稱呼 給Zojo Zojo 嘩,你這麼多公仔 是的 我想你可不可以畫這個女生 最喜歡的是哪個公仔呢 基本上最喜歡的是牛奶妹 我家裡有二百多宗 是呀 但我自己喜歡畫 其實我第一次畫卡通人物 我不懂畫卡通人物 但我畫得很像 很喜歡 那這幅打卡牆 你用了多久完成到這個階段呢 其實幾個月 你們本身都是畫畫的 我不畫畫 我不懂畫畫 但我到處拍攝 我到處拍攝 其實真的沒有位 不要緊 等一下 先看看 未必能完成到你 不要緊 我沒所謂 初校圈堂 我們今天是中學生行山 我起初以為 跟著伊利一定是BB級的 怎料原來有些月級挑戰 都少少辛苦 那我們今天最難忘是甚麼呢 Raymond 當然是一起步的人先吃東西 豆腐花 這些叫鮮甜後腐 算不算 但你每天都是這樣吃的 好,伊利你最難忘是哪個景點 我最難忘是藍地水塘 因為它的天空之鏡真的超美 上一次我們來的時候 上一次去藍地水塘的時候 它正在維修 就拍不到這麼漂亮的景點 我當然是在彩虹欄杆 我最難忘是遇到藍地的畫家 在畫畫給我們 跟我們聊天 原來它是圍著整個屋的長壁 畫了一個360度的壁畫 是呀 但你要求它想畫杯原子 它說考慮一下 是呀,要看地方 屯門一遊 好 多謝大家收睇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是哪個站 藍地輕鐵站 那是否有甚麼懶人方法 剛才你介紹過 是呀,其實如果不想走得那麼辛苦 只是為了打卡 又不去藍地水塘的話 我們走完這個彩虹欄杆 就應該沿路下來 在景峰站坐614 坐10分鐘去藍地 那就可以直接跳過剛才很辛苦的一個鐘 是呀 那懶人方法適合我多點呀 一早說嘛 好了,現在回到紅樓吃東西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